字幕君 李宗盛 好高的他 白書 虎波重圍了 他現在拉開了領先拳 匯馬加冰一擊解釋 將神變開的 Dude通過正點 令玉書非常有可能 破大回紀錄 女生組第二組的成績出爐 沒錯 我們第一名就是 林玉書的14秒80 破紀錄的成績 林玉書破大回紀錄 看這一拍 不是 批一批 不是 他只能努力的去 看他的玉書耶 他每一球都要cover玉書 對 他甚至已經站到中間偏這了 你在這裡球 接抽這 輕輕的就是 對啊 放開心來 想打就打 不要莫名兩可 好不好 OK 站到前面 玉翔會幫你cover 別擔心 OK 我會覺得很傷心的是 就是 覺得郭哥很相信我 然後郭哥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 你不要去想 其他的事情 之後他還一直跟我講說 沒有關係 你做得很好 可是我做的罪一點都不好 所以我又覺得 就是自責的是 我辜負了他對我的期待 我想回應一下 底下有人一直留言說什麼 什麼 欸 我跟你講 許揚啊 絕對不是一個 稱職的國底 因為他很強的 然後都沒有盡頭 就是我覺得 能夠跟許揚當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 像許揚這樣的人存在 他很溫暖很無私 然後沒有脾氣 他一公布以後 看你們每個人爆掉以後 我就 因為其實我 我一直在心裡見的時候 我告訴我 今天不能哭 尤其是上場之後 宣布的時候 不會哭 然後結果一宣布以後 我本來還笑笑的 笑笑然後要走到中間 一轉頭啊 洪軒你真的哭到真的是 你崩潰欸 大崩潰 我那天哭到 錯氣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們藍隊 看節目都知道 我們一開始經歷 一波很大波的亂流 就是我們前面 其實整合非常的卡 也不順利 其實第一個 把大家凝聚起來的這個人 是許揚的 一直到現在這個階段 真心的就是 發自內心的愛 也就是每一個人 就是發自內心的愛 然後每一個人 就是會有他們自己的優點 然後是真的會被他們打動 然後每天早上醒來 然後可能一天每去練習 你就覺得哇 好想他們 就是真心的已經 真心的已經愛上大家 我想回應一下 底下有人一直留言說什麼 什麼國底幻狀元 欸 我跟你講 許揚啊 絕對不是一個 稱職的國底 因為他很強的都沒有盡頭 所以你們怎麼知道是 鍋底幻狀元 你們怎麼知道的 他的表現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如果他表現不好 錢姐不會這麼相信許揚 就是很長的時候 真的這集要不會許揚受傷 他三個項目都會上 就真的是因為他受傷 對啊 就是你們在想什麼 就是他受傷這件事情 不是他能選擇的 他只是比較含蓄 他沒有去表現他的 他就是你知道嗎 許揚最常被我罵的就是 他可以爭取的事情 他永遠要讓給別人 讓人家覺得他不行 雖然說我退賽了 然後 但我之後會回去啦 就是 雖然說這個回去是說 我沒有辦法再上場 可是 我有答應過大家 是 等我可以正常走路以後 我就會歸對 然後之後的錄影 我也會全身參與 所以其實 不用擔心看不到我 或是 不用為了看不到我而歡呼 因為 我還會在 許揚在藍隊的重要性 我覺得 也不用再多說 大家聽了一整個晚上 一定都很清楚 就是我覺得 能夠跟許揚當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像許揚這樣的人存在 他很溫暖很無私 然後 沒有脾氣 結果酸民這樣罵他 他也不生氣 我就快氣死了 他也不生氣 好 好的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